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透视专题节目 我是陈奎德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 穿越35年的六世屠杀 我们今天请来了曹旭云先生 他是1989年在北京的中华各界人士 附近声援团的团长 同时也是自传小说 埃尔正书生的作者 他现在居住在匈阿利 曹旭云先生你好 你好陈老师 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大屠杀 已经过去35周年了 我们沉痛悼念当年 为一个连结文明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 而献出生命的同胞 愿他们在天国安息 今年同时又是2022年 抗议北京当局的 动态清零政策的白子运动 发生两周年 从六四到白子运动 33年了 这是一代人的时间 人们不会忘记在六四前夕 当中共最高层决定要举起屠刀之前 他们有一个说服全党同意杀人的血腥的说辞 叫做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为什么是说20年至30年 因为这是一代人的时间 当局是要用残酷的杀戮 在国民心中制造20年到30年的恐惧感 使他们成为顺民屁民韭菜 谁敢不从 格杀无论 不可否认 客观上这个暴君的算盘是得逞了 30多年过去 再也没有出现过堪与波兰壮阔的 1989年相比理的国民抗争运动 但是正如我曾经多次强调过的 恐惧感是残酷的人生经历所积累起来的 它不是内在于遗传基因的 它不是生物性的代代相传的 它只是后天造成的 上一代人的恐惧感 不会血缘性的遗传到下一代 然而人的正义冲动 自由本能却是先天的与生居来的 或者说是鲜艳的 因此才会有不怕死的白子一代 尽管他们也被文宣洗脑 但是并没有经过残酷的杀戮 一旦与生居有的正义感和自由本能 被赤裸裸的践踏之后 并没有在血泡中浸泡过了他们 有文宣灌输的恐惧感 很快就消失了 人们注意到几年以前 新生代的大学生还沉醉于 厉害了我的国的国家主义 这种激情宣传中 2020年初还在嘲笑外国抗议不力 要他们抄中国的作业 然而到了2021年和2022年 无孔不入无远佛界的中国作业 凌空降临 动态清零把他们打入了一个大监狱 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囚禁于方昌等各类集中营 其余的则被紧锁在家中 进逐于街区 封闭缺食 数月面壁 家庭变牢房 城市变鬼城 从此举国都是囚徒 失去自由之后 这些年轻人终于从自己的父母一代 六四亲历者中间知晓了六四事件的真相 这原是父母一辈好害怕告诉他们的 他们也没有意愿耐心倾听的中国的真相 旭云先生就你的所知 或者从你所看到的各种信息中间 这些白子运动参与者 与他们的父辈六四亲历者之间的断带鸿沟 是如何在动态清零和白子运动 这个过程中间消失掉的 为什么会消失掉 怎么填平的 请 好的 这个六四过去三十五周年了 白子运动也过去两年了 作为一个六四运动 这场浩大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 在三十五周年之际 将这两场中国历史上 必定留下那么重彩的一笔的 这两场运动做一个比较 它的意义是很大的 实际上从这种比较里面 我们也能够汲取很多的教训 学习很多的东西 以我作为一个六四的参与者的角度 然后回顾它的历史 以及对白子运动 整个的深度观察 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们有四个不一样的地方 哪四个呢 第一 作为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 运动的整个过程 他们相对来讲 他们的诉求 以及他们的口号 相对比较抽象 而作为白子运动则要具体的多 它是要求吃饭 它是要求工作 它是要求生存 这是第一点的不同 第二点的不同呢 前者是以学生 和以广大的学校的老师 以及知识分子为主 而后者参与的主体呢 则是实实在在的 广大的普通的群众 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的工人 农民 以及普通的市民 这是第二 第三 六四 他从整个的发展演变 他是有一个逐渐推进 逐渐升级 以及最后推向高潮 到最后被打屠杀 他整个的是一气呵成的 而这个白子运动呢 则是在长期的被封闭 被监禁之后 人们瞬间爆发起来的一种 势不可挡的运动 这是第三 第四 六四 失败了 给人巨大的恐惧和创伤 但是白子运动 他却胜利了 可以说 就是因为白子运动的最后一击 这个虚弱的专制政权 最后才土崩瓦解 将他原本计划深入地禁锢人们的思想 生活 生存空间的这么一个专制的丑恶的 甚至是黑暗的计划 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这是我对于这两场运动的反思之后 观察之后做出的比较 陈老师 我先讲一讲 你刚才观察很有意思 也很深刻 谈到了这两者运动之间的区别 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特别是我要想提出的就是说 实际上白子运动 后来看到很多参与白子运动的人口述以后 逐渐把这个画面清晰起来 我们后来才发现 实际上白子运动还是受到了 33年前的天安门运动的很多的启发和激励的 虽然天安门运动会残酷的增压下去 例如像前不久 纽约时报也发表长篇的一个 就讲了一个上海的白子运动参与者叫夏朝川 这个是个画面 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白子运动 他怎么样参与的 他开始怎么样 跟其他的人一样 封闭在家里 非常的苦闷 没有吃的 大家都是非常精神都要崩溃了 那个状况 但是到了11月24号 乌鲁木齐爆发了一场大火灾 大家知道这个是个起源 后来很多人就集中在那个乌鲁木齐路了 在这个白子运动前一天的晚上的时候 他刚好看了楼叶 拍的电影《一后园》 就在中国没有被公开放映 但是在国外 很多地方或者是有渠道的人 都看得到那个《一后园》那个电影 这个电影在中国虽然是竞片 但是还是有很多 关心中国的人或者是有渠道的人看到了 他中间有一段就是这个女主人在写日记 最后一句话是说 北大的学生去了天安门 就是讲天安门事件 所以他那个时候受到很大的一个触动 马上就想到了八十年代 这些人做了事情 所以他把这些词抄下来 后来他就点开像给大家朋友圈的 他点开朋友圈 一下子赫然发现所有人都在街上了 白子运动就是在那天爆发的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之间互相看见彼此 互相看见彼此就说 他和街上的人 同时也是他和前一代的人 他们互相之间 在一瞬间很接通了 互相能够看见了彼此 六四人和白子能看见彼此 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一种体验 是一种精神碰撞 也是一种心灵的对话 当他参与了白子运动 后来被逮捕 被整肃 甚至他认为他可能死 等等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这个过程中间 白子运动的很多参与者 都在那一瞬间 那个时刻 相当多的人过去 可能是一年一年以前 他根本不知道天安门运动 在那个时间 全部大家都知晓了 而且受到了非常大的吸引 所以这两者之间 他是有精神的联系的 动态心灵的镇压 和六四真相的传播 成了连接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链条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大家知道很快的 刚才曹迅先生说了 白子运动实际上是胜利了 因为他后来实际上 很迅速的 是当局非常残忍的 那个心灵政策 一下子就突然瓦解 然后就取消掉了 当然这个突然瓦解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为中共并没有 有效的疫苗的普遍接种 同时又是没有预警 没有任何通知 前几天还在全国范围内的 大规模的 非常恐吓性的宣传 要坚持到底 他那个动态清零政策 突然一下就放开 所以很多老年人 没有来得及 所以死了很多人 至今中共还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但是这个事件 流到人们心底 虽然后来当局把一切就像过去对片门运动一样 一切都全部清掉 要消灭一切反抗和他的记忆 重新写历史 所以动态清零 什么这些东西 全部现在中国完全消失掉了 不管在网络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 书记 学校 公司 机关 会议 没有一处存在 统统无影无踪 我称为清零已经被清零了 就是前面是打了引号的 真正的那个他们的清零政策 后来被他们现在全部清零了 没有了 白子运动也成了白子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即使这样 历史上这些重大的事件 尤其是在共产党国家 它常常是被最重要的事件 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件 它都要一遍遍的抹去 但是历史还是有它自身的顽强的本性 它会冲出来露出真相 而且很可笑的是 我们观察历史的话 黑暗的历史突然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常常正是在掩盖历史的这些当权者 在制造下一个黑暗历史的时刻 突然不可抗拒了 原先的过去的黑暗历史 突然曝光于天下了 过去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打倒政敌 制造更大黑暗的时候 不经意最终暴露了 他在文革前制造的更大的黑幕 大饥荒的产剧 所以他在制造新的黑暗历史的时候 不自觉的或者是没法反抗的 出现了过去的历史的曝光 这种历史的法则 他不会饶过谁的 另外刚才曹旭云先生也谈到了 他对白子一代和六四一代之间的差异 和相同注册的看法 当然他们是有传承性 有些朋友 包括白子运动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观察 他就是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当年的天安门运动 开始的时候 大家知道是以反观到反贪腐 这些开始 逐渐逐渐地升高了这个要求 也就是说当年这些人 上街开始的时候 还是有一丝希望的 希望中共能够真正的公正的对待 胡耀邦希望中共有真正的改革 还具有某种期待 但是白子运动的那个例如 像一个叫吴和明的说 他说我们这一代白子一代 对于共产党可能就比上一代看的 可能更清楚一点 他觉得他是知道共产党是苦难的根源 当时八九年时候 可能很多人还是对中共有一点幻想的 但是你看白子的时候 一出来就是打倒共产党 习近平下台等等都可好地喊出来了 就是说他现在这一代人 比当年的六四一代人更加绝望 就是说对共产党不抱任何希望了 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了 另外就是白子运动以后 他们的抗争的方式 可能受到了香港人的启发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吧 他在内部的容忍度 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 当然有一个说法 有些说的比较激烈的 有一些重大的分歧 有一位六四一代人说 他说白子一代人 有这个Odipus的那个侍妇情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杀父亲的 所以他们想把六四一代人杀死 这个杀死当时比喻性的 他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站起来 还有参与白子的一些年轻人也说 他们不想要纪念六四了 他们不想要像六四的学生领袖这样 一直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当然我对这个还是持有保留意见 实际上他们没有仔细的分析 什么叫做事负情结 就是杀害父亲的情结 这个是希腊神话的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他的预设前提就是 你如果是想某某人有事负情结 这个前提就是说 这两代之间 他是有父子关系的 才有事负情结吗 如果没有父子关系 怎么来什么事负情结 所以说六四一代和白子一代 预先就被设定为父子关系了 有天然的传承 大家都承认的 所以才有这种所谓的事负情结产生 当然这两者是有一种天然的 与生俱来的关系 同时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空 差异也是非常自然的 说的事负情结 不过是一种夸张的羞耻手法而已 如果以平常经看待后浪推前浪而已 这个也是个常理 但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是 造成这个六四一代或白子一代 甚至是以后几代 我们经常谈到中国人的 对于共产党的认识 对于灾难的断代的认识 就是说一代有一代的反抗 但是下一代的人不知道 或者忘记了前一代的人的奋斗 这个事情是存在 但是一旦重大的浪潮起来以后 这个很鸿沟 很快就会被逆平 而这个造成两代和几代传承的 大家必须共同面对的 正是那个僵化的这个政治结构 所以这个几代人之间 差异是肯定有 但是比较起来 这些人和这个重大的 吞噬一切的 而且顽固 不求任何的改动的 这样一个中共体制之间 这些人的差别 我不足道远 另外我不知道 徐云先生 你是1989年当年 中华各界人士 附近声援团团长 现在的2022年 我想你也收集了 我们也仔细观察了国内的情况 和包括来的一些朋友 他们讲的情况 目前中国现在在国内是民怨沸腾 在全球受到了西方主流世界的孤立 甚至某种意义上 在某些情况下 成了人类功底 这样一个地步 目前中共所处的这个处境 某种意义上 在我看来 还是和六四有关系的 六四是中国近代史上 非常关键的一点 我过去写过很多人 谈到中国共产党 他对中国造成的罪恶 他不是说是说 预先就是设计好的 要一步步的杀人 他是说 他为了掩盖 以前发生的罪恶 以前 例如像反右 像大饥荒为什么发生 是因为反右 把一些敢于说话的 敢于出来为民请命的 那些知识分子也打了下去 全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说真话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非常荒谬的什么 土高炉炼钢啊 什么亩产十三万斤 粮食啊等等 这些情况都出来了 没有人公开的出来呼吁以后 出现最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大饥荒 那大饥荒以后 毛又为了 让他不在历史上被定罪为大饥荒的一个罪魁祸首 而发动了后来的文化革命 这些东西 它是息息相关的 它是一个罪恶 要掩盖前一个罪恶 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罪恶 它是一个连环扣 而六四大屠杀在中共这个罪恶的连环网上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枢柳时刻 为什么在你看来 六四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 为什么会具有这样重大的枢柳作用 后来的中国的一切发展和六四事件是相关的 它要防止人们为六四方案 或防止出现了前东欧 或前苏联这样的和平演变 所以搞了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出现了习近平这样一个领导 要把倒回到甚至更恶劣的毛泽东时代 这一系列的举措 它是不是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使得中共最后就成了 它现在这样一个模样 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受到了相当重的致命打击 我想请听你的分析 请 六四在人类历史上 都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改变了冷战的格局 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走势 可以这样说 虽然只过去三十五年 你就是再过去一百年 甚至更漫长的时间 人们都会永远去记载它 永远去传说它 这是无疑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作为中国政府来讲 不管是它的改革也罢 它的开放也罢 还是它后来的政策转向也罢 也就是说它的进步或者倒退 都是受着历史六四的巨大的潜质 我为什么说这么矛盾的一句话呢 让人家听上去似乎感觉到听不懂 我要说的就是包括当时下令去屠城的邓小平 他实际上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是心惊肉跳 所以说他必须推动92年的南巡 必须推动中国的改革 从而去掩饰他用军队屠杀平民的罪恶 这一点是共识 所以说改革开放 六四的压力 那么后来他的倒退和他的衰亡 包括这几年习近平搞的这一系列的糟糕的政策和民怨废腾 社会巨大的矛盾也是和六四相关的 他的关联在哪里呢 就是六四当时学生们的诉求 知识分子广大市民们的呼吁 没有得到他们的响应 他们只是一味的去压制他 一味的去剿灭他 所以说社会的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得到解决 因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矛盾只能是越来越大 矛盾也就是越来越深刻 他的反应也将是越来越剧烈 这也就是您在前面不讲到的这么一个传承 没错 正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巨大的冲突 再加上社会巨大的撕裂 以及这个集权政府之下许许多多的经济问题 民生问题 精神上的问题 自由的问题 集会游行和自由表达的问题 方方面面都不能得以解决 因而社会只能是越来越撕裂 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让人家感觉到 是在向深渊里滑坡 那么我们现在三十多年之后的白纸运动 正是对这样一种道行逆世的抵制 正是对这样一种残忍的 没有人性的这样一种制度的一种断刻 告诉他不能这样 于是用白纸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不管是从精神上 还是物质上 还是从血缘关系的传承上 他都是息息相远 好的 刚才旭云先生说的很好 他是谈到了他中间的逻辑关联 六四发生了以后 为什么会有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发展 包括邓小平的到了92年南巡以后的 加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因为这个中间 有些人看起来觉得 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 六四是要求 要中国更多的向世界开放 要更多的改革 包括深层的除了经济改革 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等等等等 但是邓小平为什么后来还不得不到92年 又重新启动所谓改革 就是因为虽然是他杀死了这些知识 那些亡灵还在天上没有能安息 但是他必须执行这些亡灵的遗嘱 否则的话 他知道他就很快会被历史所淹没 如果他执行了这些亡灵的遗嘱 他觉得他还可以抵消那些罪恶 而且邓小平他的招牌 他和毛泽东相区别的招牌 虽然他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这样一个共产帝国 但是毕竟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 他是作为一个立国的暴君创建的 这个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套共产主义教条 创建了这样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最主要的政治资产 不是邓小平的 而是毛泽东的 但是后来纠正知道这条体系已经完全混不下去了 尤其是经过了文革以后 完全是走到崩溃边缘 所以他必须改正 必须改正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 这是他的政治资产 他的政治遗产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政治遗产 在通过80年代的眼镜 他们后来发现 这个虽然是使中国人自由度稍微增加了一些 在社会层面上经济层面上增加了 但是这个社会也越来越不受共产党控制 也就是说他这个逻辑的自然的发展 也就像89年晚期这样 社会的活力出来了 社会要有自己的代言人 要有自己的生命力 也就是说他要和世界的主流的体系逐渐的融合了 当时的说法叫做接轨 这样的话就危及了共产党 他最后使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压制这个过程 但是发现压制了这个过程以后 过去的这个限于崩溃的毛泽东体制的东西 又重新出来 就是李鹏他们当政了两三年 那个所谓随不改革随家才有邓小平这种说法 才重新启动他的政治资产 他觉得他如果没有了这个政治资产 他其实在历史上就是个贵子手的角色了 他还要想使他作为一个改革 就要这个政治资产还要重新出来 以抵消他这个屠杀的罪恶 所以他有这样一个 因此他不得不执行六四亡灵的遗嘱 但是这样一个过程 演进到了江泽民 胡锦涛 尤其是习近平 还是逻辑的一样的像八十年代一样 他会进入真正的世界体制 最后成为像苏联和东欧这样的逐渐演变 所以中共的最高层又决定说 坚决抵制这个过程 坚决抗拒这个过程 因此开始出现了大倒退 这个大倒退 他就是继承的是六四杀人的那个逻辑 他上任以后 实际上得主刘晓波始于欲中 实施国境民退 破坏民营企业家 这些权势和过去所谓邓小平的那一套 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一些 微小的一些改革相对立的 推行到黄泉式的终身制等等等等 一系列大家都知道的 特别是像2011年 香港200万人游行发生以后 伤心病狂的用自己打造的所谓港版国安法 撕毁了中英协议 摧毁了香港一国两制 熄灭了世界的金融中心香港 之后 援出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 祸害全球 同时他又一再穷兵督武 胁迫台湾 在新疆西藏实施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 在南海武装岛屿 威胁邻国 实施战狼外交 狂飞事件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 使得中共主政者处于 全世界的围堵之中 内忧外患 特别是与世界各国的政策 格格不入的那个清零政策 导致了空前沸腾的国内的民怨 成了国人之大灾难 所以说忍无可忍的 动态清零恐怖统治下的 年轻一代 点燃了这个白子运动 迫使当局在既无预警 又没有合格疫苗的 普遍接种的形势下 突然放开又死了一大批人 所以大家可以考察 他的历史脉络 所有这些罪行 都是和1989年六四以来的 这一系列的举措 中共要保住他政权 尝试各种办法 右的也好 左的也好 保住他政权 这个核心的 上市了统治合法性的焦虑 基本的逻辑 他们的心理逻辑是相关的 所以说我想 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出 六四事件对他们的心理上创伤多大 六四事件对世界的格局的演变 大家也知道六四事件过后 中国的民间抗议运动 虽然是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在东欧 在前苏联 整个共产帝国全崩溃 冷战 已经在共产世界 在主战场上已经失败了 这个东西最后我想请曹先生 组织一下 六四大战后 中共为了挽救他的统治合法性 采取了一系列主张 实际赛 不管是从哪方面 他又为了维持自己的 共产党体制的统治 而用软刀子和硬刀子 来屠杀中国人 所以我称他为35年来 实际上 这个六四屠杀 不管在肉体上 在精神上 在伦理上 在社会人心上 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生活上 对中国人的这个压制和屠杀 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这是六四事件的 对中共来说是逻辑结果 而且它一定会造成一个 重大的历史性的反弹 最后我想听听你的一个 对结局的预见 请 从35年前的六四和两年前的白纸运动 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是深刻的 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有三点意义值得提示 这是从我的角度 第一 A4的白纸运动 为什么叫白纸运动 实际上这是针对狡猾的专制集团 民间产生了对抗的智慧 我不写任何字 但是无限的愤怒 都在我这个职里面 你又抓不住我的把柄 所以说这是民间 这么多年和中共博弈的过程之中 所产生的智慧和能量 第二 我认为在专制国家里面 刻板的教育 以及独断的交流方式 使得人们几乎像哑巴一样 不善于表达 我记得我有一年去参加香港的六四纪念馆 我看见那么多丧失儿子 丧失丈夫 或者是丧失兄弟 丧失亲人的母亲们 可以这样说 他们的表达是尖色 他们的表达是慌张无助的 但是我从白纸运动 我举一个例子 你像那个重庆的那个重庆歌 他的表达就非常流畅 他的就是无论是他的语言 还是他的对中共集团的结问 还是对民众觉悟的唤醒 我都觉得他掌握得非常好 就像得到专业训练的台湾呢 或者是西方呢 这些国家的这些政治家一样 有他们的这个水平和气质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民间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三次 我感觉到不管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六四对他们的压迫 像您所讲到的中共最高统治者对亡灵遗言的遵照和恐惧 以及白纸运动最终一夜之间 让亲民让他们的封锁彻底崩溃 这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就是 主安治者其实都是指劳 他们内心是最胆怯最虚弱的 好的 我觉得这是三点给我们的启示 谈得很好 我想真正要解开这个六四这个巨大的节点 认清楚从六四到白纸运动 这样一个中共最近三十几年来的发展历程 恐怕才真正能够认识了中国将来的 获得救赎的一个基本的道路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曹旭云先生 谢谢各位听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